11月6日,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在国家会展中心如火如荼的举行 数百项新产品、新技术和新服务集中亮相 各参展商纷纷亮出绝活 代表行业前沿趋势的展品技术引洁不暇 有不少更是全球首发、亚洲首秀和中国首发 英美纳通量最大、产能最高、可持续性最强的高通量测序仪 在本届进博会上献出全球首展、亚洲首秀 它将单个人类全基因组测序成本从五年前的600美元进一步降至200美元 并能够支持更大规模的测序、更多种类的研究 推动基因测序技术的加速普及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叫Novacic X 这是我们的全球首展、亚洲首秀的一台最高通量的测序仪 我们知道这个测序仪是基因研究和基因诊断的一个 特别重要的工具 它对于我们人类的健康、对于农业、对于很多的应用行业都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台机器呢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通量非常大 它一年能测两万个人的全基因组 这个是比原来扩大了2.5倍 另外一个呢 它的速度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进博会的汽车展区还接连拿下三个最高 500强及龙头企业占比最高 达7成以上 首发首展产品力度最高 其中全球首发三项 亚洲首发七项 中国首发22项 展台特装比例最高 各企业积极布展 特装率达99.7% 进博会的老朋友通用汽车 这次就带来了旗下多款车型的中国首秀 这是我们的5次车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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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 但是这次我们来到最后一 Elde相当的 我们来到的教导 这一年来到下来 我们带来到您的最后 是 envol子于这银行的 级级的参丽车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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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车 我们还没有上摆证 在上街进博会上 展示使用碳纤维材料打造的会飞的汽车 收获大量关注的HRC 此番带来了绿色可循环碳纤维建筑模板系统的全球首发 以及集船室四型碳纤维储氢系统的亚洲首秀 我们这次用了全球领先的技术 用碳纤维的回收废料来重复使用做建筑模板 它既氢而且能够带来很多节能的效果 它比铝模板和木模板的宿命要提升五倍以上 而且它用废的之后 还可以继续作为碳纤维模板的原料 来继续降解使用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